嗨,我是伊芭,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 Givanshee這一組的彩妝組合 如果你有繼續想要了解我對她的使用心得跟看法的話 那就請繼續收看下去囉 首先呢,我可以把我的結論講到前頭了 就是呢,我真的覺得她非常的值得入手 為什麼值得入手呢? 等一下一一再跟大家介紹產品的時候呢 我再跟大家講為什麼 那其實呢,是像最近母精姐已經快要到了 我會非常的推薦大家可以把這一組的組合呢 當作是你母精姐的參考 就是要送什麼禮物的清單之一 這組的東西呢,我覺得單價來說不算是非常的高 但是實用性非常的強 雖然她只有在機場的免稅商店有販售 但是我覺得價錢呢,其實蠻合理的 然後再來就是她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都是她們線上的產品擁有的 然後呢,這個只是把它縮小的版本 因為其實我以前沒有很喜歡買所謂的機上限定 或者是免稅機上限定 是因為呢,那些東西都是 有時候你會覺得她只是在賣牌子 因為她裡面附的色號啊 或者是產品 通常都是在她們的正貴貨品裡面找不到的 那,但是菊芳徐這一組裡面有很多的東西 都是她們正貨迷你組 所以呢,東西非常的好用 然後呢,我覺得這樣的價錢也非常的公道 所以呢,我覺得這一組我真的強力的推薦給大家 好的,講完了就是結論之後呢 我現在就來一一的詳細跟大家介紹這一組的組合裡面都有什麼東西 首先呢,我們就先簡單的來看一下外觀好了 外觀呢,就是非常的明顯 這個是Gibanshee的Logo 然後呢,這個是一個三層的彩妝組合 那如果你要把這個彩妝打開呢 首先你必須先把這個金屬的扣環呢,往右轉 然後呢,再把我們這個第一層的這個彩妝打開 打開之後呢,這邊就有一面鏡子 鏡子裡面呢,這邊大家可以很明顯看到 就是她們還是,呃,就是做工非常精細 有她們公司的就是這個品牌的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呢,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她們非常有名的蜜粉系列了 這個蜜粉系列呢,是她們正貨的縮小版本 這個色號呢,是84號的beige muslin這個色號 那,呃,像以我現在就是膚色非常的深來講呢 就是我用這個蜜粉來做定妝 我覺得膚色看起來就是還是蠻自然的 就是不會有覺得特別的顯白 或是那種粉感非常的重 那今天臉上的妝容呢,也是用這一組彩妝來畫的 所以呢,大家可以做一個參考 那再來的話呢,像這個腮紅的顏色呢,就非常的自然 那因為像我現在的膚色很深 我必須要用到非常顏色很強烈的腮紅才可以 就是在我的皮膚上就是看得出來的顏色 所以呢,其實這個粉紅色的腮紅 在我臉上看起來就是一個弱有四五的顏色 但是一上上去之後呢,是會覺得整個臉部的氣色是比較好的 我覺得一般台灣女生的膚色呢 用這個就是類似有點像玫瑰色調的就是粉紅色的腮紅呢 我覺得擦起來都會非常的漂亮,非常的自然 那再來的話就是,這個腮紅我想跟大家講一下就是呢 我在它的正貨系列並沒有找到這個顏色 所以我想這應該就是這一組裡面唯一就是 不是他們正貨產品裡面可以找到的東西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有附一個很小的刷子 刷子也非常的可愛,就是一樣都是有公司的logo 刷毛呢,是比較薄的 就是幾乎我覺得跟我們的十塊錢的厚度是差不多的 那如果你想要就是用這個蜜粉跟腮紅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大家使用自己習慣的腮紅刷跟蜜粉刷來做上妝 接下來呢,就讓我們來看第二層的部分 第二層的部分也是一樣 大家可以看到它也是有一個鏡子 它在每一層都會有個鏡子 然後第二層呢,這邊就沒有他們的公司的logo了 接下來呢,就讓我們來看看就是它這個眼影的部分 眼影呢,總共有七個顏色 最主要的是這邊有四個顏色,將它上面有三個顏色 那這四個,我今天眼妝的部分的話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今天的眼妝 我今天的眼妝呢,也是用這一組的眼影呢,來上妝的 首先呢,我就來介紹一下這個眼影的顏色好了 這個眼影這些顏色呢 我覺得它是一個綜合版的正貨 就是它在它每一個四格,四公格的眼影裡面呢 大家就取出了一兩個顏色出來,然後做一個組合派 然後這個顏色呢,我覺得非常的好 就是非常的實用 因為呢,你可以看到它現在這邊就是一個搭地的顏色 那這個呢,是一個偏金色的大地色系的顏色 所以呢,你可以拿來做眼皮的搭地 那這個呢,就是可以拿來做就是眼皮底下 就是加強的深色 那這個呢,我就是今天把它當做就是我的 Outer V的這個加強色 跟我的下眼影的顏色 那這個粉紅色呢,如果你平常想要上半畫比較淡的狀的話 可以直接就只上這一層淡淡的粉紅色 那這個顏色要注意是,我覺得 可能上妝不當的話,可能顏色看起來就會有點髒髒的 那我現在呢,就刷色讓大家看每一個顏色 再來的話呢,我們就來聊就是它的眼影的粉質的部分 像它眼影粉質部分呢,其實摸起來非常的細 那如果你是用比較刷毛,稍微硬一點點的眼影刷 你當初在沾粉的時候呢,你可能會覺得稍微有點容易掉粉 可是呢,上上去之後,上到眼皮上 其實我自己覺得並沒有什麼非粉的狀況發生 那尤其是它這個眼影的優點是它非常的顯色 像我今天上妝的部分呢,是完全沒有用眼影大地高 但是呢,我自己覺得就已經非常的顯色了 如果你只是一個腰瓶上出去買東西 或者是上班的一個比較素雅的一個妝容 其實我覺得這一盤的眼影呢,基本上已經就能夠很勝負 它的這個眼影裡面呢,它有附一個就是海綿的這個眼影棒 就是非常的少 可是我自己的上妝習慣是沒有在用這個眼影棒 所以就是收折這樣子 那所以它的品質好不好,其實我並不會去太計較 接下來的話呢,我們就來看它這一組的最後一層,第三層的部分 首先我們這邊看到呢,是它的這個正貨系列的縮小版 這個叫做Magical,就是它的眼線筆的部分 然後這個呢,是它的睫毛膏跟它的唇蜜 首先呢,我們就來講它的這個Magical的部分 其實呢,我已經有很多年不太用眼線筆了 就算可能真的有買,可能就是用了一兩次就放在旁邊了 因為我用眼線筆原則上其實都會暈 那現在目前呢,用這個眼線筆到目前為止呢 我剛剛天氣非常非常的熱,還走出去買便當 就是眼睛也沒有什麼暈 這次呢,蠻讓我意外的 因為我是個有眼皮 你要說到完全不暈是不可能 可是呢,我目前呢,擦上去之後呢 現在眼睛看起來就是,還看得出來就是有眼線的部分 然後呢,也沒有暈到我的下眼皮 這真的是讓我感到非常的安慰 所以呢,我覺得這個GIVANCHI它其實它的眼線筆呢 是有點讓我就是,出乎意料的好處 再來呢,就是它的這個眼線筆的系列呢 我覺得是我們一般在看的就是比較傳統 就是這種鉛筆 它並不是一種眼線膠的眼線筆 但是呢,它的顏色非常的黑 而且呢,我很喜歡它這個眼線筆 是因為它這個硬度呢,軟硬適中 像有的就是眼線筆,它可能太軟 像現在很流行那種眼線膠筆 像我有一支MARCHI CUP的那個眼線筆 那隻黑色呢,也是黑得很漂亮 可是呢,它的質地太軟滑了 所以,其實很容易就是我上了眼妝之後 需要等到它乾 就是需要幾秒鐘讓它set 如果我一上妝,馬上眼睛睜開 馬上就會暈到我的眼皮了 我覺得這應該就是我們那雙人的Tone 就是,如果這種眼線,所謂的眼線膠筆沒有乾 一睜開就是馬上沾個我們整個眼皮都是 但是像它這種是比較傳統型的這種眼線筆 基本上你就是擦了就馬上乾 就是不會有這種問題發生 那,我自己是還蠻,真的還蠻喜歡這支眼線筆 接下來呢,就是要介紹它們的睫毛膏的部分了 它們的睫毛膏呢,其實我打開的時候呢 我是真的有點點,嚇到 因為呢,其實如果大家有看我上一集的 就是那個戰利品的分享 其實大家應該知道就是 我是在免稅機場就是非常匆忙之下呢 買了這個組合 其實我並沒有多做功課 那只是看了覺得東西好像都不錯 尤其是它的盒子上也沒有多做任何的介紹 就只有裡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買了 所以呢,當我把這個睫毛膏打開的時候 我看到了這個東西 我真的嚇一跳 因為呢,這個睫毛膏雖然我對JVONSHE就是沒有太多的關注 我對它的了解其實也沒有很深 所以我印象中,我有看過有某人的review說 就它這一組的這個睫毛膏呢,真的非常的好用 就是它捲翹又有濃密等等的 所以呢,我剛剛也就是立馬就加了睫毛之後一刷 一刷之後呢,我真的就是有驚豔一道 好,因為呢,在很早之前我有跟另外一個youtuber叫做Erica聊到 就是呢,像我這種就是那一刷啊 然後眼睛又大眼皮脆下 就基本上我已經對睫毛膏就是不抱任何希望 就是我現在大部分都是會直接貼就是假睫毛 那我今天呢,沒有貼假睫毛 大家如果仔細就是看一下我的眼睛 就是鏡頭上可能看不太出來就是眼睛蠻有神的 可是其實如果你看我本人就是其實 看得出來就是我的睫毛其實是有翹的 就是呢,用這一支睫毛膏來刷的 它這個呢,就是分了三個就是結 類似三個蝴蝶結的這種刷頭呢 真的就是可以讓你的睫毛膏就是翹起來 因為呢,真的,我是那一雙 我剛剛用的時候我真的就是有嚇一跳 所以呢,這個睫毛膏呢,就是在這個組合裡面呢 就是又幫這個組合加了更多的份 這個睫毛膏也是一樣,就是做工很精細 就是前面呢,就是有他們這個 他們Gibanshee的這個logo 接下來呢,就是要來跟大家分享最後一樣東西囉 最後一樣東西呢,就是他們的唇蜜 唇蜜 唇蜜我覺得這個顏色呢,也是一般就是 掉了 唇蜜呢,我覺得這個顏色也是一般就是 如果你是外出或是上班 其實這個顏色非常的就是中規中矩很適合 只是呢,現在擦到就是我一樣 就是我深皮膚的人來看的話 就好像有點太突兀了 因為呢,基本上它這個唇蜜 是比較有點偏珠光的一個感覺 然後它的這個刷頭啊,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它是比較偏硬一點的 所以呢,其實在刷的時候呢,這個量啊 就會比較好抓 就是你一開始下筆呢,比較皺 然後之後呢,再滿滿的就是把它推開 那一開始用不習慣這種比較硬的刷頭 我會覺得好像有點難上色 就是顏色都上不勻 不過呢,就是我在刷了一兩次之後 就是用習慣之後 知道大家怎麼拿捏這個力道之後 就會覺得,欸,其實還蠻好用的 那它這個唇蜜呢,是 也是它的正貨系列的縮小版 這個呢,是封唇系列的唇蜜 那這個顏色是一號的 Pubricious Pink 然後它就是,系列是 Ultra Shining Color Plumping Effect 就是格外的閃亮 就是,對,就是,然後 因為它很有,就是很強烈的燭光的感覺 所以呢,相對就是會讓你 就是視覺上有一種瘋唇的效果 我現在來補一下 有沒有,有沒有覺得就是立馬 覺得我的嘴唇亮了非常的多呢 好的,所以呢,這就是今天的 最後一樣產品的介紹 然後再來的話呢,就是 它所有的產品呢 我看一下喔 都是意大利或者是法國製造的東西 所以呢,品質是真的有比較好一點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就是 非常的適合送給朋友啊 或者送給媽媽,或者自己買來 就是放在你的梳妝台上面呢 看起來都是非常的賞心悅目的 那我在台灣的免稅店的價格買是 2300 多少 我看一下 2350 那我印象中 我在泰國機場看到的價錢是 2670 不過就是 你如果直接在泰國機場買2000 直接可以折200 但是怎麼樣還是台灣比較划算對不對 尤其如果你有其他的什麼信用卡 可能又有配合打折 那買下來是真的蠻划算的 那其實我本來還想要一起介紹 就是 Givenchy這一組口紅的 可是呢,我覺得這個系列 已經就是讓我講了很久 我想大家就是可能已經 看到美麗七在看下去 所以呢,我決定 把這個唇膏系列呢 可能分到下一次跟 Wiresail這一組 一起來做分享好了 對了,然後我現在有在舉行 色色小禮物的活動 詳細的活動辦法呢 大家可以參考 就是我上一兩支 就是泰國戰利品的影片 或者是呢,可以到我的臉書專頁 然後呢,參考詳細的活動內容 然後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意見跟問題 歡迎留給我 喜歡我的頻道的話呢 也別忘記幫我按讚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喔 那就先這樣子喔,掰